由金马导演王瞳打造 赤字1.6亿台币的电影《对风说爱你》 虽然集结郭彩杰、杨佑宁、郭碧婷等众多明星 但成绩却不尽理想 在内地的票房只有277万 为了立庭自己演出的作品 演员之一的郭碧婷特地包场 邀请亲朋好友一同欣赏她的演出 《对风说爱你》 讲述在动荡的大时代下 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动人爱情故事 郭碧婷在片中饰演出身书香世家 温柔又有气质的钢琴老师 黑羊佑宁在渡台的渡轮上有过一面之缘 彼此互有好感却一再错过 郭碧婷表示 先前听闻导演剪了很多场戏 不过真正观看之后 很开心都有保留她的戏份 尤其在片中从年轻眼到老 更是一大挑战 述度因为剧情而感动落泪的郭碧婷 其中的一场吻戏 却让亲朋好友忍不住失声窃笑 原来当郭碧婷和杨佑宁深情勇问时 由于众人实在太过熟悉 很难想象有国民王子称号的她 竟然也有如此小女人的模样 一下子无法入戏而言嘴偷笑 耶稣乐讯论中心特别报导